凯米台风过后菜价持续上涨 再加上中秋节快要到了 需求增加 烤肉常用的蔬菜 包括丝瓜、玉米、青椒等等 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许多 就连青葱拼发价格也从77元涨到134元 涨幅最高 另外呢 民众决定今年中秋 有许多人决定不烤肉了 在彰化西湖果菜市场则是判断 可能要一直到中秋节之后 价格才会逐渐回稳 中秋节即将到来 不少人期待的烤肉趴 但今年想烤肉成本可能要提高了 受到之前凯米台风带来的灾顺 菜价持续上涨 让到市场买菜的民众很有感 当然啊 怎样贵 气候的关系 这样会不会让你买不下去 看起来 菜价贵桑桑 民众都快买不下手 烤肉常见的蔬菜像是丝瓜 从去年批发价每公斤30元 今年涨到了40.7元 涨了35.4% 甜椒涨了13.5% 玉米从21.7% 涨到了32.6% 涨了5成 另外青葱更夸张 涨了7成多 纸会高不会低的啦 因为中秋节的需求量比较多啦 他们会观望啊 就不要吃啊 等到便宜再吃啊 另外像是角白笋 四季豆 香菇 价格也是比去年同期贵 而西湖果菜市场表示 菜价可能要等到中秋过后 才会逐渐回稳 灾后一个月 农民仍在努力复根 做物复根 估计要到中秋节过后 由于中秋节需求量增加 导致菜价明前的上涨 菜价居高不下 让民众快吃不消 恐怕今年想体验 中秋烤肉的欢乐气氛 只能少买一点 或者是选择价格 比较清明的下手 还有民众干脆决定 今年中秋不烤肉了 因为菜实在太贵了 街中部综合报道